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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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会 怎么会 跟着你唱 千年的一回 千年等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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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不到那个臭道士的血那么管用 我只吸了一口就让我功力大增 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了好了伤势 看来那个臭道士有些来头 既然喝了他的血可以让我功力大增 那我吃了他的肉 岂不是可以少修炼五百年 我得想个办法 谁 那我帮你 那帮你 感谢观看 你这个臭大夫 许大夫有个什么万一 我们绝不放过你 我是冤枉的 我是冤枉的呀 我是冤枉的 我的肩膀 我是冤枉的 我以后 你能把于我 把前面担好 自己亲自的 我 你 我 想hole 你 我 从事 这 已 我 不 也就死马当活马医吧 没想到真的把你救好了 这姓顾的一点用也没有 凤姑姑 你千万不能这么说 我觉得两副药都到了我的体内 我能感觉到药性的作用 如果不服顾大夫开的药方 只服我开的药方是没有用的 只有把两种药同时服下 才能起到药道病除的神奇功效 所以呢 顾大夫才是真正的救星 许贤 真想不到 我如此对你 几乎要了你的性命 你 你 还能以德报怨 惭愧 真是惭愧呀 顾大夫 你别这么说 我所说的都是实话 我们俩呢 这次阴差阳错 倒是合力研究出药方来了 这是最重要的 这一次啊 苏州的百姓终于有救了 官人 是啊 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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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官人 娘子 官人 你没事吧 没事 我都好了 官人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 一言难尽 回头我再慢慢跟你细说吧 不过娘子 我告诉你 我们终于研究出 驱出疫症的药方了 真的 你找到药方了 太好了 官人 多亏了这个凤姑姑 否则还是不行的 哪个凤姑姑啊 就是 刚才还在这里啊 怎么突然就不见了呢 没事 官人 既然我们找到了药方 就赶紧回苏州 救百姓吧 好啊 这一次大家终于有救了 是啊 太好了 官人 谷大夫 雨仙 你二人好大的胆子 竟敢至本王于不顾 先救百姓 该当何罪 这 这也有罪啊 王爷 全苏州城的百姓 都知道 顾大夫和我家官人 是在王爷府里 研究出来的药方 他二人先救百姓 可是为王爷府 做了莫大的善事啊 现在百姓 对王爷感恩戴怼 这都是他二人之功 王爷怎可不嘉奖他们 反而要治他二人有罪呢 真有这样的事吗 事情确实如此 现今城中的百姓 对王府都十分感激 况且 女儿的病 也是他们给治好的 父王 你就别给他们加罪了 好不好 既然如此 也罢 本王就不治你们的罪了 王爷 民女听说 王爷是个出言如山的君子 不知可真 当然 本王言出必行 那好 那日 王爷许诺我家官人 若能治好郡主的病 便立刻恢复他自由之身 民女斗胆 请王爷 履行诺言 我听说这次药方是顾大夫和许仙二人 研制而成 并非许仙一人之宫 所以 许仙并没有完成先前的条件 本王何须立即视他以自由之身呢 王爷 小人不敢鞠躬啊 此次之所以能够研制出药来 全亏得许仙以身试药方能完成 许仙 该算是全功啊 是啊 王爷 许仙以身试药 这可谓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呢 你就放开手 还他自由之身吧 父王 此场病已因何而来 父王应该还记忆犹新吧 父王难道还要重蹈覆辙吗 当初要不是本王拾了信用 也不会招来此患啊 如今 先有许仙和他妻子帮忙救了女儿 父王 怎好在为难他们夫妻呢 父王 好 既然王妃和郡主都替你求情 本王就立即上报朝廷 由本王作宝 是你自由之身 不过 一年刑满之前 你们不得离开苏州 好了 你们夫妻俩可以离开王府了 多谢王爷 关于 关于 甘谢恭喜许大夫重获自由之身 甘大夫 甘谢你这段日子 对我家娘子和静儿的照顾 您请坐 你也坐 说实话呀 能遇上你们两夫妇 真是我三生修来的福气呀 徐大夫现在没事了 以后一时半会儿也离不开苏州吧 在苏州有什么事情要办 只管跟我甘喜说 我一定卯足了劲儿帮你办好 官人 甘大叔说得不错 我们是应该想想 今后要做些什么 好 娘子 其实我早就讲好了 我许仙从来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和自己心爱的娘子 一起开个药铺 济世救人 既然官人这么说了 就这么决定吧 那怎么成啊 娘子 我身上的银子 连附这桌韭菜都不够 哪里还能开什么药铺啊 我现在只能在别人的铺子里面 谋个差事 先把日子过下来 至于这铺子的事 我想以后再说吧 你不用担心这些 银子我有 娘子 我怎么能用你的银子呢 官人 你忘了我们夫妻 是不分彼此的吗 对啊 既然是夫妻 又何必分什么彼此呢 那这件事就这么说定了 丹大叔 这找店面的事就看你喽 还找什么店面呢 当日若不是你们帮我 我哪能保住这家店面呢 反正啊 这铺面宽得很 咱们分出一半来 改为药铺不就行了吗 这 那怎么好呢 这有什么不好啊 本来我这店里就没什么客人 一大半的房间都空着呢 药匙药铺开在我的客栈旁边 我的生意肯定比现在好很多呀 这对我也是大大有利呀 我看就这么定了 啊 官人 你说呢 娘子 既然干大叔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干大叔 那谢谢你了 来来来 喝酒喝酒 来 来 来 是 谢谢施主 谢谢施主 来西各阵 天魔云已出现多日 公主有话说 天魔云已经发出多日 为何现在才出现 启禀公主 属下刚刚才看到天魔云 就随即赶来参见公主 属下不敢有任何怠慢 说 你又瞒着我干了什么好事 属下真的不知 你怎么会不知 咱们魔戒和仙戒 是不是已经开战了 你为什么没有告诉我 仙魔开战 没这回事啊 真的 那父王最近可好 大王 当然好了 属下此次来 也是奉着大王之命 来人间寻找五大神器 希望将他们尽快聚集 到手之日 就是血迹仙戒之时 这些日子 小德就是忙着张罗此事 想帮助大王 早日完成心愿 这样说我就清楚了 对了 我问你 将金山寺方丈之死 嫁祸于法海 是否跟你寻找五大神器有关 公主 那的确是属下的计算 但杀方丈 并非属下 是法空和尚 依你的贼姓 不是你杀的 但也跟你有关 是你与法空和尚合谋的 是不是 属下这么做 还不都是为了魔戒 为了公主你 属下是想让法海转头魔戒 这样他和公主你 才能双宿双飞 什么意思 把来龙去脉给我说清楚 是 法海大师 法海大师 听他们说你受伤了 怎么样了 要不要我帮你看一看 一点小伤没什么大碍 不劳烦了 听说两位已经成亲了 还有你们的药铺 正在筹备当中 既然你们已经成家 又将立业 说明你们人生大事 已经完成了一半 贫僧在这里祝福你们 祝你们白头偕老百年好喝 谢谢你 法海大师 法海大师 你说这话分明就是口不对心 言不由衷 真是假的可口 清儿 别这么说 清儿 我不懂你为什么这样说话 姐夫 你听不懂才好啊 你要是真听得懂啊 清儿 你还说 没什么官人 清儿啊 再开玩笑呢 正儿 你找到你师父了吗 没有 上回听你提起过 我和清儿在苏州城内 就有意地留意过 寻找过 可是没有找到 你师父 什么师父啊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 听你提起过 对 我一直没跟你说起过 是一位道观的法师 从小就跟我们家很亲的 真儿 如果你找到你师父的话 请你跟我说一声 大师 你的遭遇 真儿已经跟我说过了 金山寺你是回不去了 那你今后有什么打算吗 我还能有什么打算 我现在必须得抓住 杀害方丈大师的凶手 将他绳之以法 至于今后的事吗 今后再说吧 是时候了 我该离开了 大师 你着这么急啊 可以多留几日吗 是啊 不行 一天找不到 杀害方丈大师的凶手 我一天心里就不得安宁 谢谢你们 不打扰了 告辞 发害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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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发害大师 等等 我来看看 很烫啊 真儿 让我看看他的伤口 好 你看 这伤口根本就没有愈合 不得 大师 你绝对不能走 等伤口愈合以后 慢慢稳定了 你再走吧 是啊 发害大师 你就听我官人的吧 好吧 那就听你们的吧 按理说 像那样的一个小伤口 应该不至于感染成这样的 许大夫 我有事正找你呢 什么事啊 药铺得有个名字 才能做招牌啊 怎么样 名字想好了没有 娘子 这店铺的名号 还是你来帮我提一些意见吧 咱们开的是药铺 就是希望保君平安 那就叫保安堂好不好 保安堂 好名字啊 那就叫保安堂吧 娘子 希望这个名字 能保佑我们永远平安 好啊 好啊 听见没有 叫保安堂 保安堂 知道了 干大叔 辛苦你了 跟我客气什么呀 那我去看看招牌的大小尺寸 快走 快走 娘子 真没想到 我们自己的药铺就要开张了 这在不久之前 我还深陷牢狱 差一点备展 我真是不敢想会有这样的日子 这多亏了你呀 娘子 从你来到我身边以后 我就好事连连 我的前世啊 一定是烧了好香 才遇到了你 官人 你说什么呢 哎呀 哎呀 受不了了肉麻稀稀的 哎呀 急着姐夫 我还是去帮干大叔干活了啊 你赶紧走吧 娘子 你的心思永远都比我细腻 有你帮着 我这心底总觉得很踏实 哎 得妻如此 许献我 夫妇何求啊 娘子 谢谢你了 谢什么呀 你是我官人 就是我的天与弟 官人好 真儿就好 官人开心 真儿就开心 你走 在哪里 那里 就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记得了 那天你咬伤了花蓝 不止吸了他的血 还把你又贪又色的晦气 留给了他 那些毒素将他压抑的色欲 以及对权力的欲望 统统地唤醒了 你可以趁他心智涣散 一直不坚实 将他魂魄敬你 这样我便可以助你 夺取他千年的法力 如此一来 你不但是既魔界立了大功 还可精进法力 岂不是两全其美 不对啊 你不可能平白无故地帮我 这玄武的千年法力 怎么可能让我们稀释 我说一只老鼠就是老鼠 心眼太小 我的目的是 夺取法海手上的金箔 去完成大王交办的任务 至于玄武的千年功力 我已修到千年 我根本就不稀罕 原来如此 这千年功力啊 你不稀罕 我可稀罕 可是我要怎么样 才能把法海给抓来呢 他有金箔护体 我法力低微 根本进不了他的身啊 这你不用担心 我会用射破大法帮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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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里怎么变成这样 我还以为找错地方了呢 说来话长 总之许仙已经免去了牢役之灾 我们打算在这里啊开个药铺 姐姐 瞧你提起许仙笑得那么甜 一脸幸福 真让你羡慕呀 看你说的 官人 哎 怎么是你呀 你不是金百万家的那个龙女仙姑吗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真儿 你们认识 啊 官人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 她是我大姨的女儿 啊 你大姨的女儿 怎么那么巧啊 是啊 是啊 我从小就被送去道观学道 后来阴差阳错 被金百万请到了府里 本来以为她开药铺 是个大善人 谁知道 竟然被她骗了 这样不很好吗 你能适时地离开金百万 省得助纣为虐 伤害百姓 也伤应得 我许仙在这里代表临安的千万百姓 感谢你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去看她吧 怎么了 不好了 不好了 干大叔 什么事不好 就就 就那个和尚 我送饭到她房间里去 就是看见她 看见她混倒在床上 怎么都没有反应啊 哪个和尚 不会是法海吧 正是的 你们别说了 快去看看吧 要不咱们药铺还没开张啊 就嫌死人了 好还是不好 你好点说句话呀 一声不吭算什么 灵儿 官人怎么样了 奇怪 真是奇怪 这脉象很正常 没有昏迷的道理啊 早知道了 你信不过 我还是自己来 灵儿 官人 我看 要不你上书房找一找要点一案 看有没有交行大师的方法 有道理 那我去试试看 快去吧 灵儿 以后别在旁边以前施展法术 我不希望别人知道我们的事情 姐姐 你担心什么 许仙她知道我是龙女仙姑 是修道之人 我施展法术她不会怀疑的 你放心 她不会知道你的真身 其实是一条白蛇的 我们还是小心点吧 法海她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看她这样子 看她这样子 好像不是一般的病症 她虽然昏迷着 但脸上有卑月的神情 好像 在练着什么 而不肯醒来 三魂气魄要是散在梦中 就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来试试 看能不能逼她醒来 姐姐 你帮我把她扶起来 这么多了 我在谁 再给我我身边 这也可以 习惹 我来 我来 拉出 我来 灵儿 灵儿 你没事吧 我没事 他手上的伤口是怎么来的 被蜀精咬的 蜀精 莫非有毒 我想起来了 肯定是毒气顺着伤口 侵入了他的魂魄 让他心直涣散 起了妄念 受到心魔的控制 所以一直沉浸在梦中 不肯醒来 依我看 毒性的危险不大 危险的是 伐害大师自己的心魔 如果他自己不愿意醒来 就算屈禁所有的蜀毒 也救不了他 姐姐 那又怎么办呀 办法是有 可是 可是太危险了 发害命都要没了 还管得了危不危险 你快说 什么法子我都得试 得来 就算是这样 我也愿意 别耽误时间了 姐姐你为我护法 娘子 官人 看了医书 我想先用针灸的方法给她试试 对了 我想起来了 我师父修法多年 道行高深 我们想去问问她 她就住在城外 我们去去就回 可是我 官人 你就守在法海身边 千万别让旁人挪动她的身体 能答应我吗 娘子 这我可以做到 只是 好了官人别说了 我和凌银儿速去速回 走 只我就在 世宗隐 只叹现实 太无情 魂飞菩萨也无怕 魂飞菩萨也无怕 张爱有余 还了她 生死安慰已先见 不许再犹豫 九发还性命 我愿为她来冒险 不策我先足 姐姐 快点动手吧 不然就来不及了 好的 不过灵儿 你不要太逞强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就马上停止 九转灵魂灯大发 知道了 好 我现在就用射破大法把你送到法海身边 去夺取她的法力 好 好 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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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 太多了 好 太多了 昏迷当中还一直在笑 娘子说去找人帮忙 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阿 糟了 再这样下去 灵儿和发黑大师都会魂飞魄散 不行 并轻易传言 换回他们的魂魄 怎么会这样 难道有人阻碍 发黑大师 真 法海 你在哪儿啊 法海 你快醒醒啊 这只是幻境 我姐姐喜欢的是许仙 法海 你这个笨蛋 你再不清醒 你就要在自己变之处的幻境里 魂飞风灿了 你快醒过来啊 法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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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提到一个摆字 就被你给杀了 让我突然对你起疑了 那背后指使他对付法海的人 是否就是你啊 这蜀青 这蜀青 这蜀青狗猫的很 当年 她是因为在魔界色心大范 被属下逐注魔界 她一定是对我怀恨在心 才故意说出那个百字 想见公主之手杀了我 而且那个百字 也许指的是 白素贞呢 不可能 姐姐为什么要杀伐海 再说 当时要不是姐姐不振救人 伐海不可能醒过来 公主所言甚实 属下也只是大胆揣测 不敢恶意中伤 没有罪法 不过 本来想从她的口中 得知旧伐海的解药 如今落空了 这正是属下来自的目的 好 我好 好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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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美金 三月天内 春雨如酒 流入烟 无缘千里来相会 无缘对面收蓝天 十言绣的同传度 百年绣的共争灭 若是千雅念雅游走 百首同行在眼前 若是千雅念雅游走 百首同行在眼前 Lal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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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lala